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102集 我知道有高人相助 心里也宽了一些 就看到赵婷如盲人摸象一样在密林里摸来摸去 老曾祈祷 他不是牛逼哄哄的吗 怎么一下子瞎了 我也蒙了 不应该啊 赵婷如一贯来去如风 伸手绞节 那眼睛鼻子就跟猎犬似的 我们躲在这么秘密的地方他都能找到 他怎么会一下子瞎了 难道戴斗笠的高人厉害到这种程度 一眨眼功夫就把赵婷如给弄瞎了 我们正费解呢 就看到戴斗笠的人从林子里窜出来 冲我们道 傻愣着做什么 快跑啊 你们真想根据死事去做客吗 我们忙不迭的跑下山 一口气跑出了校园 老曾和我累得是喘气如牛啊 发现斗笠人也跟我们后面追了过来 我们就停了下来 斗笠人摘下大斗笠 露出一张四十多岁中年人的脸 我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老曾也不认识他 这时候 斗笠人摆了我一眼 说道 哼 傻小子 发什么愣 我是你师父李半仙 要大白天的见你 还不得借具活人的身体用用啊 你们赶快去收拾一下 赶紧搬家 赵婷如已经找到你们落脚的地方了 我们回到租住的小区 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出了门 在小区门口拦了辆面包车 我们本来想去僻静郊区的地方 我师父李半仙说呀 哼 赵婷如何其叫华 跟他斗要斗志 你们搬到市郊 他们肯定能猜到 咱们哪 不搬远了 就在这附近 再住下去 就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说着 李半仙给我们建议了一个地方 我们把行李拉到那地方 找了家中介 花了两个小时 看好了房子 就租了进去 那房子 是一间非常老旧的房子 因为我们住得急 所以要价比较贵 老曾也没跟他还价 那房子是职工宿舍 已经破烂的不像样子 房东就是这家单位的职工 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窝囊废 他有个嘴巴快如刀的老婆 常年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张嘴闭嘴 男人没用 那男人呢 也极其无奈的勾着头 听他老婆数落 我们可没心思 听那婆娘白话 交了钱 直接就住了进来 等房东走了之后 我们关紧房门 坐下来商量钥匙 李半仙说 小徒弟啊 我正找你呢 没想到就遇上赵廷如抓你 也算让我赶上了 否则你们就凶夺棘手了 赵廷如这次是厉害 可惜再厉害 也只是具尸体 我在林子里 简单布了 做迷失阵 将他困在里面 他在林子里啊 就是睁眼下 要好半天才能出来呢 我求李半仙 教我布这阵的法子 以后遇到赵廷如 就不怕了 李半仙白白手说 这是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先说要紧的事 教我布阵的法门啊 以后再说 李半仙说 他急着见我 是有要事 他最近发现 他要找的人 就要出来了 他又找陈家后人 陈思可 替他酸了一挂 据说这人 最近要在省城 跟我见一面 我吓了一跳啊 说道 你要找的人 来找我做什么 李半仙双手一摊 说道 这就要问你小子了 你天生命格奇特 各种怪事都会惹上你 所以我要找的这人 找上你 我也不觉得奇怪 我现在给你一道符 如果那人跟你接触 符就会有反应 我收到消息 就立刻来找你 反正这段时间 我就在你身边 会随时现身 你自己也机灵点啊 我收了李半仙的福 李半仙一再叮嘱 那个人的可怕 让我一定要小心 一旦让他发现了 小命不保 我一一答应 李半仙交代完事情 就要走 说他长期霸占着别人的身体 会导致阴盛阳衰 终归会亏了这陌生人 赶紧的再还回去 我想起身上那张风水图 就拿出来给李半仙看 李半仙只扫了一眼 便皱眉道 这图你哪里来的 我见李半仙这副表情 就知道这图啊 一定有问题 就说明了 是从明飞古墓的光国里 扫描出来的 李半仙一惊 说道 是明飞刘南的光国 我点了点头 李半仙掐指一算 眉头拧得更紧了 连说不对不对 非常不对 我和老曾被他搞糊涂了 问他哪里不对 李半仙说呀 这座风水大镇 射入被证鬼魂的生辰八字 我以阵途反推四柱 发现死者的生辰很有问题 他并非是大明朝出生的人 而是更久远以前的 我和老曾都听懵了 老曾说 明飞古墓一共就三具葬事 明飞刘南 永福公主 公主的姐姐 朱子欣三人 他们都生于大明朝 家境时期啊 肯定是明朝时期的人 怎么生辰八字 不在明朝 这还真奇怪了 我说 师父 你没算错吧 以我推算 这风水大镇 镇的应该 肯定不会是明飞刘南 而是他两个女儿中的一个 这两位小公主 怎么可能不是生于明朝 李半仙道 哎 怪就怪在这里 我也知道 风水镇 镇的不是明飞 而且 这四柱显示的生辰 也绝非小孩子 她的寿命 非常长 看起来 她不是一般的贵婚 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见李半仙 越说越离谱了 打断她说 师父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你别看我胆子笑 编故事吓我 明飞牧室里就脏了三个人 这风水大镇 镇的肯定是他们三人中的一位 怎么还会 还会有别的牧主 李半仙白了我一眼 说道 胡说八道 你师父这么正经的人 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老子哪有心思给你编故事 这风水大镇 镇的是光果中的尸体不假 按照镇法布局来看 镇的绝对不是孩子 这一点 不会错 我心里阴阴的 顿时就觉得 明飞古墓的秘密 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墓室光果葬的 只可能是明飞牧女 这个被镇的东西 必定就是两位小公主中的一位了 也就是说 有一位小公主的来头 有问题 我又想到 明飞大女儿朱子新 没有尸体没有封号 甚至是否有尸身都难说 难道这风水大镇 镇的就是这位奇怪的主 这可就矛盾大了 明飞生的双胞胎女儿 比自己亲娘年纪都大了不少 放哪儿都说不过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李半仙收了那张风水图 不还给我 说要拿回去 好好研究研究 时间呢 也不早了 再不把身体还给人家 这身体就得坏掉了 我们也不好再挽留他 李半仙走后 老曾说呀 这谜团越滚越大了 他这把年纪活到现在 真算大开眼界了 世上竟然有如此奇事 一定要把这谜团挖清楚了 才能死 否则到了地下 也不安生 我心里想的 还有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这次躲过赵婷儒 难保他不会再次找到我们 我打算呢 在这房子里布下一座 奇门遁阵阵 赵婷儒杀进来的时候 我们还能躲进渡门藏身 也胜过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我按照明飞遁忌所载的 属途变化 把房子里的家具 一次打乱 又以房间里天然的洋宅风水布局 冲煞为平 布下了一道 包含八大生死门的奇门遁阵阵 以前都是破阵 这回我亲手布阵 可比破阵麻烦多了 名飞遁忌中 奇门遁阵阵 变化无穷 内藏种种精妙意义 以我对周易的浅薄认知 要彻底弄清楚属途的变化 那可就太难了 我选了其中变化最少的一种阵法布出来 都忙到深夜 老曾在一旁听我指挥 布置各种家具 奇门遁阵布成之后 这套老房子就完全变了样子 四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想正常走路都非常难 看起来像座废墟 布阵成功后 我特意找准八门中的渡门隐身 就听到老曾在外面喊 诶 成了成了 我嘱咐老曾 找奇门遁阵阵的渡门的方法 老曾掏出个小本本 详细的一一记在上面 以备不时之需 这项重要的安全工作做好之后 我洗了个澡 就躺床上睡觉 有了奇门遁阵防身 躺在床上 我也有了安全感 老曾还特意在防盗门后面 顶了两根木棍 生怕赵婷如 在我们猝不及防之下 破门而入 灭了灯 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 我听见老曾 在卫生间放水洗澡的声音 望着窗外幽暗的路灯光 我没有想明飞古墓的 奇特风水大阵 也没有想永福公主的 孪生姐姐朱子新 我想到了 我的初恋女友 张磊磊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过得好不好 是否还在为寻找 她的真实来历 而苦闷绝望 这么长时间 没有见面 她是否还像我想她一样 想着我 她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二龙村 一起历尽艰辛 患难与共 我们在老祠堂前的树林里 相拥而闻 我想得非常难过 不知不觉中 我又想起在张家别墅里 遇到的那出怪事 通过别墅地下室的 吃稳不火风水局 我竟然能看到 八十多年前的赵家新宅 在赵家宅里 我看到赵司令 拜的没有名字的牌位 牌位后纸扎的女童 跟张磊磊长得极为相似 更可怕的是 我在赵家新宅的枯镜里 竟然看到了 十七岁的张磊磊漂亮的脸 这一幕啊 一直烙印在我记忆深处 尽管时间推移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怪事 我脑中始终记着 这可怕绝望的一幕 我费尽心思 也难以想明白 张磊磊的脸 为什么会出现在赵家宅的枯镜里 我想 就算我真的去问张磊磊 张磊磊对这个问题 恐怕也是摸不着头脑吧 萌萌龙龙龙中 我就睡了过去 梦里全是跟张磊磊在二龙村遭遇的各种怪事 我们害怕过 恐惧过 甚至绝望过 但在那座可怕的小山村里 我们相爱了 那段时间的温暖记忆 足以让我凝集一声 不知不觉中 我的意识 渐渐苏醒过来 窗外的夜色 依旧暗沉 只有一层淡淡的光影 浩瀚的夜空 依旧极其朦胧 我突然觉得被子里多了一个人 这一发现吓得我够呛了 可我的意识依旧不清醒 在朦胧模糊和清醒之间 我努力想让自己醒过来 可怎么努力都醒不过来 我吓坏了 我感觉到怀里有具冰冷的身体 将我紧紧抱住 抱得我简直要喘不过气了 跟着 就有一张湿漉漉的嘴唇 将我嘴巴堵住 它舌一样柔软的舌头 轻轻撬开我的唇齿 在我嘴里游离滑动 搅得我莫名的浴火中烧 我心里恐惧与欲望并存 不知不觉就有了感觉 可我脑子里依旧非常模糊 怎么都清醒不起来 我能感觉到我的衣服被怀中的女人一件件脱去 很快就被脱了个金光 可我运足目力 眼前依旧是黑铁丝的黑暗 我怎么都看不清我怀里的女人是谁 更可怕的是 我试图挣扎 全身却软绵绵的使不上劲 就一触 硬得令人发指 仿佛全身的力气都积蓄到了那里 我诚惶诚恐啊 以前遇到黑衣女人木子半夜勾魂 最亲密的程度也不过贴我怀里 我这辈子活到这么大 还没跟女人这样亲密接触过 一身的火气被撩拨了起来 同时心里又塞满了恐惧 我知道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女人的身体啊 异常的柔软光滑 仿佛吹起来的气球 她一双柔滑无骨的手 触摸我身体的每一寸位置 都能撩拨出一团火焰 疯狂的燃烧着烈火 几乎将我焚成灰金 我们就这么赤裸裸的抱在一起 就在我行将崩溃之际 房间里灯突然亮了 我的脑子顿时也一片成名 只见老曾门神一样 站在我的窗前 猛的掀开被子 就看到我怀里抱着一位 浑身雪白的美女 我定睛一看 几乎没把自个儿吓死 这女人竟是失踪已久的 御师明妃 我受这一惊吓 整个人都清醒了 翻身滚下床去 明妃刘南动作利索的爬起来 站在床上居高临下的望着我们 眉目流转之间 尽是柔美 我在继承文物局吃过这种亏 不敢跟她的眼神直接对视 但她完美的身体还是牢牢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只好捂住眼睛 所谓非礼物事 大概就是如此吧 老曾冷笑一声 说道 哼 妖孽 在我李半仙面前 你这种伎俩 还能蛊惑人 也太小瞎我姓李的了吧 我一愣啊 就看到李半仙手里捏了张扶 平地转了一圈就跳上床去 明妃大概知道厉害 突然跳下床一溜烟冲向门口 我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 就不见了明妃刘南的踪影 李半仙追到客厅 突然大叫道 谁他妈不得欺瞒断阵 老子这可怎么走出去才是啊 我呀 急忙给自己掏上一条裤衩跑出去 就看到李半仙上身的老曾 在我家客厅里绕来绕去 急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跑进去把他拖了出来 李半仙怒道 好小子 这阵是你布下的 有你这样的徒弟 也真够坑师傅的 我再看客厅里 早没了明妃刘南的踪迹 李半仙狠狠敲了我一记脑袋 骂道 哼 多好的机会 全让你这破阵给毁了 这奇门断阵是能乱步的吗 想起刚才可怕的一幕 只要李半仙晚来半步 我就招了明妃刘南的道了 到时候拨脚和口齿的下场 也就是我的真实写照了 想到这儿 我一阵心机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